你们可能没有看过一个小短剧 他就是那个人的嘴巴一直是歪的 然后他会说 就是一般他这种都是那种爽文男主 比如说曾经什么家庭被惨遭灭门 然后隐姓埋名 然后三年到了 什么功力恢复 这个时候或者要么就是有那种就是 就是有人发现了他的隐藏身份 什么什么什么门的门主 要么就是以前是什么世家 什么世家大户的少爷之类的 然后就三年之期已到 什么恭请龙王归位什么的 反正就是 就是有这种一系列的这种小短片 反正一般来说套路都是 在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之前 他被各种人轻视 践踏他的尊严 然后基本上都是那种 曾经的你对我爱理不理 曾经的你对我爱理不理 现在的我让你高攀不起这种 我让你悧确实要感到 我让你招待你 我让我 advocating 我让你高攀不起这种小短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的谁 巧岛屿的自律 我跟你的想要解 初遍的想象就这样 没我们说回 那温暖的阳光 像更差的心的草莓 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 雨下整夜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水 原则落叶 跟我的思念后后一跌 几句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灯却 你出现在我时的每一夜 雨下整夜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水 原则落叶 跟我的思念后后一跌 几句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灯却 你出现在我时的每一夜 那饱满的倒碎 幸福了这个季节 而你的脸颊像甜蜜 烧糖的番茄 你忽然对我说起 理想的名字很美 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 倔强的嘴 雨下整夜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水 原则落叶 跟我的思念后后一跌 几句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你出现在我时的每一夜 这夜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水 原则落叶 跟我的思念后后一跌 几句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你出现在我时的每一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